好,剛剛我們看到的是獨立事件 那根據定義獨立事件 各位應該也寫最新題了 所以應該很清楚 那獨立事件之後呢 就會衍生出像貝斯定名這些東西 那貝斯定名的寫法就像這樣 DOM A over B 其實可以寫成DOM B over A 就是以之B出現的情況之下 A出現的機率呢 就是以之A出現的情況之下 B出現的機率再乘以P over A除以P over B 那這個東西你從這個 就是它的定義上面其實就很容易證明 我們的證明方式像這樣 P over B over A A其實就是P over A跟P over A交集 B 這就是P over B over A的定義 條件機率的定義 那一樣P over A over B 那就是P over B跟P over A交集 B 那兩個之間的差別 就只能插在這個底度模數 也就是P over A和P over B嘛 所以呢 P over A交集 B的機率其實就是P over B over A 就是P over A 把這個移項 移項過來就變這個人 OK 那如果把這個移項呢 就變成P over A over B 乘以P over B OK 所以我們得到這個之後 你就會發現說 OK 那我再移一下項 再移一下項怎麼移呢 這兩個是等次 這兩個是等次 所以呢 我現在想算的是P over A over B 就算P over A over B 所以我把這個B移過來 乘法移過來變儲法 對不對 乘法移過來變儲法 所以就變成 這個P over B在下面 P over A在上面 好 就這樣子就證明完了 配置定理 所以配置定理 既然這個定理 代表什麼意義 它跟那個條獨立不一樣 它是定理 它沒有說要在獨立的情況之下 這個定理才會成立 所以它是永遠成立的 好不好 它是一個永遠成立的定理 不管你獨不獨立 它都成立 所以要注意的是這一點 好 所以呢 你可以驗證一下 如果A4偶數B13點 這個 成不成立 A4定理成不成立 A4偶數B等於不大於4點 A4定理成不成立 這個就是各位的家庭作業二 家庭作業二 現在先不用做 家庭作業二 回去做就好 回去做就好 所以才叫家庭作業 回去做 所以我們要繼續講課 所以就不能不耽誤這個時間 我們要繼續講課 我們要請我們要請你去做 開啟作業二 好 我們要請你做 作業二 然後呢 我們讓各位證明這個東西 所以我們把題目寫在這裡 那請證明下面兩個 請證明下面兩個定義 事件符合配置定義 應該不叫事件 下面兩個 記憶體符合配置定義 再事件 記憶體符合配置定義 不是一個記憶體符合配置 是貝殼的貝殼 是也不是那個是 注意出入板 有時候選項這座 好 這兩個旗符合配置定 OK 現在可以 這是家庭作業二 請各位回去再做 現在先不用心的做 好 那我們繼續看 課本的內容 今天的進度 好像第一堂 扯太久了 所以有點慢了 好 沒關係 其實我們也不敢 但是即使是這樣 我相信我們應該還是 至少可以刪完檢定 那 事後的內容 像回歸分析 我相信應該還可以上一道 好 來 條件獨立 剛剛講的是兩個事件獨立 現在更進一步就是 已經 已知某個條件的情況之下 兩個事件獨立 就叫做條件獨立 OK 就是 C已經 知道它出現了 那這樣 A和B之間還獨立 這樣就叫條件獨立 OK 那它的定義 定義 這是定義 所以是不用證明的 定義就是 B of A B over C 等於B of A C 等於B of B C 比如說 這一個跟上面的獨立的定義 只差在有出現C 而且每一個都出現C OK 這就是條件獨立 那 有了條件獨立之後 你也可以證明 像這樣的定義 這樣的定義 就是 B of A B over C 等於B of C A等於B of C over B 然後乘以6A等於B of C 然後乘以6A等於B of C 這一個 這一個 也能實現 所以 所以 又一題實現 好 好 好 那我一樣用圖片的方式 直接把它上傳 好 我用圖片的方式 直接上傳 好 然後呢 放在 好 好 那 怎麼證明呢 就是回到定義 好 你會發現 很多數學證明 最後你 就是要回到定義去 你一步一步推 就可以證明出來 好 所以請你 回到定義去證明 那因為 這個是 好 加零多月三 來 好 這個 那應該 預覽可以看得很清楚 好 請證明下列定義 這個後面沒有人 因為 這是框線 就這樣 好 OK 那這個是 我們的 接下來要給 請各位證明的定義 好 那 到這裡呢 我想 需不需要暫停一下 還是 我把 牙疼問題 講完 這個牙疼問題 講完 可能 各位對這種 獨立啊 條件獨立啊 被施命理啊 這種東西 你就會很有概念 那這個問題呢 我們是從 人工智慧 人工智慧 人工智慧的一本經典教科書 叫做 埃瑪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 Modern Approach 那這個大概是全世界都在使用的一本教科書 而且已經使用了十年以上 然後幾乎是這個領域的聖經版 各位如果在電腦領域 你會發現很多教科書都有聖經版 各位現在有用過哪些聖經版的教科書了嗎 資料庫耶 資料庫耶 資料庫的聖經版是哪一本 也是恐龍齁 怎麼大家都這麼愛用恐龍 那作業系統也是恐龍本的教科書 那也是聖經版 那個公司會大概就是這一本 是聖經版 還有什麼教科書有聖經版 但是你們應該不會有到那一本 那一本太難了 那還有沒有 什麼課裡有用過聖經版教科書 但是其實我現在越來越不愛用聖經版教科書了 各位知道為什麼 有些聖經版教科書我覺得 太大太難 你知道很多大學教科書其實是怎麼 為什麼會練成聖經版 是因為教授覺得說 OK這本很有參考價值 他的他的那個寫得很好 那教授覺得寫得很好的意思是什麼呢 各位知道大學老師 他們做研究 一輩子就只研究一點點東西 就是研究演算法的 一輩子都在研究演算法 那他覺得那本書好的意思就是說 他常常會參考到那本書 他在做演算法的時候 常常會參考的那本書 所以呢 像我現在辦公室裡面 就有一本白色的算盤封面的演算法 OK 那本演算法大概有一千多頁 OK 我從來沒有看完他過 那如果我修過好幾次演算法 我都沒有看完過 那本拿來當大學教科書 你覺得會適合嗎 但是他是聖經版 OK 所以那種不是給大學生念 那種聖經版的教科書有很多 其實不是給大學生念 往往是 給做那個方便研究的人 參考的結果 就拿來做大學教科書 我覺得那個上的效果都不好 所以現在我很多都自己寫 那有一些呢 我是覺得沒有實物 理論講太多 沒有實物 我會不喜歡 所以像經理統計 我自己寫 我可以把R軟體加進去 讓大家感受實物 OK 那 我現在每一門課幾乎都是自寫 只要我來得及 我就會盡量自寫 那當然這裡有壞處 壞處就是我們的目光會短淺 不像你用聖經版的教科書 你看 哇 這個東西怎麼那麼深奧這樣 但是 我覺得 您可稍微短淺一點 讓各位都懂 不要太深奧讓各位都不懂 那我希望是這樣子 好 那我們就來看一下這個 經典教科書的聖經版教科書 裡面提出來一個問題 當它有好的地方的時候 我會 我會把它取出來用 不管它是在哪個領域 只要可以在這個領域 適切的表達 我們想表達的事情就好 好 好 那 這個牙疼問題 我覺得表達得很好 來 它的問題是這樣 我們 放大一點 好 當病人來看牙醫的時候 其實很多醫學問題都類似這樣 就是說造X方便也是類似 那甚至要做進一步的侵入式的取壓 像那個取檢體 但是要開高進去才可以取檢體 這種也是 那 而病人來看牙醫的時候 那個病人可能有住牙或沒住牙 他也有可能牙痛或沒有牙痛 那牙醫會找到 牙醫也有可能會找到牙痛的原因 也有可能找不到 好 那所以這裡有三個面向的變數 對不對 一個是有沒有住 一個是有沒有痛 一個是有沒有找到 OK 這三個面向的變數都可以用機率描述 你要嘛就是有住牙 要嘛就是沒住牙 要嘛就是有痛 要嘛就是沒痛 所以它是一種機率問題 機率問題 什麼叫做是一種機率問題 就是 它的樣本空間的機率加起來是1 而且每一個值都一定大於0 大於等於0小於等於1 接在0和1之間 這樣就是一個機率問題 好 好 這樣的問題有三個隨機變數 對不對 一個是有沒有住 有沒有住 有的話就是 p of有住 那沒有的話就p of沒住 OK 好 那另外一個隨機變數 這個就是有沒有痛 所以如果我們有沒有住 用X代表 有沒有痛呢 用Y代表 有沒有找到用Z代表 OK OK 那 假如呢 我們對這些的機率分布 我們都已經做很大量的統計 統計得很清楚了喔 那它的統計結果如下 就是 就是 就是這個問題的統計機率 那 這裡你可以看到 牙控的情況下 有住 而且有找到的機率是 0.18 OK OK 那 找不到的機率是0.1.2 OK 沒住 但是有找到 沒住有找到其實是比較糟糕的 沒住但是它卻 卻把你折另外一顆牙給挖了 這個會引起醫療糾紛 那 沒住也找不到 還有不牙洞的情況之下 找到的 找不到的 沒住找到的 沒住找不到的 好 那現在呢 就有問題了 請計算P of 眉痛 是多少 P of 眉痛 眉痛就是這個嘛 對不對 眉痛就是這一區啊 他現在你可以稍微算一下 這些全部加起來是不是1 OK 如果這些全部加起來是1的話 那就代表說 它是一個三個變數的機率分布 對不對 好 全部加起來是1嘛 那眉痛的話就是這一區 牙痛 這區是牙痛 這區才是眉痛 P of 眉痛 P of 眉痛 那你把這個加起來 就是這個機率 對不對 好 那找到over 牙痛 什麼叫找到over 牙痛呢 我們來看一下 找到在這一區 對不對 OK over 牙痛 好 那也就是說我把這兩個加起來 好 這兩個加起來 除以這四個 的總和 那就是找到over 牙痛 這兩個加起來就是有找到 他再 除以這四個就是有牙痛 找到over 牙痛 這兩個加起來 不包含不牙痛的喔 只包含牙痛的 所以 找到over 牙痛 這兩個加起來 除以四個總和 那請問這是一個合理的機率分布嗎 什麼叫合理機率分布 這全部加起來是1 而且每個都在0和1之間 所以合理 OK 請計算 P用找到over 柱牙 找到over 柱牙怎麼算呢 你看喔 找到 找到在這裡 找到 over 柱牙 柱牙是這一塊 這四個都是柱牙 但是他說有找到的 它不管牙痛喔 它不管牙痛 它是說找到over 柱牙 那柱牙的總體 這個是把這個四個加起來 那把有找到的呢 兩個加起來當分子 有找到兩個加起來當分子 然後 不管有沒有找到的 合起來當分子 那就是這兩個的總和 除以這四個 就是P用找到over 柱牙 那請計算P用找到 然後 柱點牙痛 這是說 聯合根部兩個 同時出現的機率 那找到的 找到的是在這裡 然後 牙痛的是在這一區 所以 找到而且牙痛的 就是找到 而且牙痛的 就是這兩個加起來 找到而且牙痛 這兩個加起來 好 然後呢 請計算 D of柱 over找到 那柱over找到怎麼算呢 柱 你看柱在哪裡 柱 是這個柱 然後呢 找到 這個是柱 然後呢 找到 OK 柱又找到的是這兩個加起來 OK 那柱又找到的 那over找到 找到的話 就是全部找到的加起來 兩個相處 就是 D of柱 over找到 那其他的呢 你應該要會算 我就不一一解釋 然後呢 為什麼要弄這麼多個 因為你把這些 弄出來 我們想請你驗證 貝斯定理是否成立 最後算出來 D of找到 over柱 應該會等於 D of柱 over找到 真的D of找到 除了D of柱 但是你要先把這些機率全部算出來 解釋了 OK 那 這裡 我們可以直接用手算 這個手算呢 就成為各位今天的家庭作業式 好吧 那 但是 在這裡 我先不跟各位做手算 也請你先不要急著去做手算 因為我們有更重要的事情 用R算 好 教各位怎麼用R算這件事情 不是用手算 不是用R算 用R算的話 要怎麼做 來 R的陣列 你要先理解一下 R的陣列 它是怎麼樣子儲存的 那它是什麼意思 R的陣列 它是跟C元的陣列不一樣 C元的陣列是用列為主的方式 R的陣列是用R為主的方式 所以倒過了 倒過了 那 再來 當我們要 要把這些數值都漸進去的時候呢 我們必須要了解 除了了解陣列以外 我們還 必須把這些值都儲存進去 那 本來是寫成這樣的 這樣的不好 不容易處理 你要做層次的話 最好寫成這個樣子 0000100 010 110 為什麼是這個順序呢 因為我們是用行為主的 而不是用列為主的 那用行為主的 你倒過來看就對了 倒過來看就是 跟傳統文化是一樣的 本來 我們看 0000100 好像沒什麼順序關係 其實倒過來看 0000001 010 011 是不是那個 二金會的順序 OK 那 100 101 101 OK 你把它這樣排 但是是從 右邊看到左邊 排完之後 你把每一個的機率 從這個表格裡面找出來 填進去 我們就得到了一個真值表 這種真值表 比較好用 電腦處理 那 但是呢 有一個更糟糕的事情 就是 R在這裡 我覺得 這一部分 我就不太欣賞 那 它不像是一員這樣的慣例 我就覺得這裡 其實 對程式的人而言 會有點困難 不過 它真的還蠻好用的 那 R的正列還不是從0開始算 它是從1開始算 所以呢 就要改 剛剛0的地方全部改成1 1的地方全部改成2 好 而且嘛 所以你就要看 變1 1 112 121 122 這樣子 改完之後呢 我們去把這一個東西建出來 那 大概 其實我們建的時候 用程式還不會覺得很困難 為什麼 因為我只要解 1等於Rate 然後 C 然後這邊 C222 就是2乘2乘2的正列 OK 它自動會排進去 但是你的順序一定要對 順序一定要照我們上述的 這一個表示方式的順序 否則的話 你就會塞錯位置 好嗎 所以為什麼 剛剛要做這個表示方式 因為 你要照這個順序 0.576 0.008 0.576 0.008 這個順序 進去 R才會用正確的方式排列 那你做完之後呢 你會把P打下去 就看到這個結果 來 我們直接做一遍 我把這個東西 放進去 把R開出來 好 做完之後 把P 用一遍 那你這裡就會看到 都寫一二一二 我搞不清楚 它到底是什麼耶 對不對 所以呢 這裡 R有很不錯的方法 就是 你只要用DINX 然後呢 PE 等於C 沒柱柱 這樣子 它會把第一遍 的 那個屬性 本來是用一二的 改用 沒柱柱 懂吧 所以它就會對應到 沒柱柱這一個東西 所以我現在能把它貼上 這樣 當我這樣做的時候 再P一下 你會看到 這邊貼成 沒柱柱了 OK 沒柱柱 同樣的 我們如果第二尾 是用 沒痛痛 那 我就把它貼上去 它的第二尾就會是 沒柱柱 現在還差一尾就是這個一二 這個一二 這個一二是什麼 沒找到 按找到 對不對 所以呢 我們就再把它 設上去 我用沒找找就好 因為找到有兩個字 會 會 太麻煩 沒找找 其實是代表沒找到 找到 這樣再P一下 沒找找 OK OK 有了 然後呢 OK 你的正列策略 接下來就可以算 那要注意的是 其實R的算法很強 你在C語言 你要寫這種程式 你要 到底是哪個維度 然後加總起來 麻煩對不對 R不用 你只要正列的宣告對了 他就自動幫你把那個機率總的算出來 我想知道沒痛 那因為沒痛是第二尾 就是第二尾 然後我就要放在中間 所以我把它放上去 不是 OK 沒痛 就整個都出來了 好 整個都出來 我如果 想 想知道他的 這是一個假種種的 我就把它上一下 OK 上一下 用上蠻數來做 好 這樣切來切去 各位可能會投音 乾脆把它變成兩個小塊 那這個小一點 來 找到 我會自動 自動去適應整個螢幕 我放開一下 好 OK 現在到這裡 我們已經做到這裡 就是上蠻多 就是上蠻多 沒錯 上蠻多 沒錯 上蠻多 上蠻多 好 上蠻多 0.8 0.8 0.8 他自動就算出來了 只要給個函數就好 好 那接下來呢 P-O-V找到OV 是多少呢 我們先看 P-O-V找是多少 P-O-V找 因為找到OV的話 欸 好像不需要P-O-V找 P-O-V找到OV 這個是P-O-V找 那上P-O-V找 是這個 那P-O-V痛 而且找到 P-O-V找 P-O-V找 P-O-V找到OV 這個我覺得我 好像算板 P-O-V找到OV 如果牙痛我應該是用 喔 對對對 沒錯 那就是上P-O-V找 那根本不用算P-O-V找 我前面算半天 應該我直接算 上P-O-V找 或是上P-O-V 上P-O-V找 或是上P-O-V找 就可以了 那 因為我為什麼要做兩次 難道他不會自動算嗎 我們先試一次 好 那如果把這個上 放掉一個 也是一樣 所以不用做兩次 我還弄了兩次 弄了兩次的 弄了兩層的上 其實沒必要 好 弄一層就可以 它會自動算 好 那 解答3 請問這是一個 合理的機率分布嗎 我們也可以用R來 仔細檢驗一下 我直接上P 如果 樣本空間的機率 合起來不是1 那就不合理 對不對 樣本空間的機率 合起來一定要是1 另外呢 0小的P-O-V 是不是都成立 就每一個都介於0和1之間 全部都是True 對不對 所以沒錯 它是一個 合理的機率分布 好 問題是 請計算 用找到或或住牙 那我就把 找到或住牙 就指住和找的 合起來 處理只有住的 就是找到或住牙 所以把這個 摸上去 摸一下 0.9 那 又找到 而且牙痛的機率呢 這個 又痛到 把它上去 0.124 對不對 那另外 要用這個貝斯定理 這就比較麻煩 因為貝斯定理裡面 有這麼多個 這麼多個 各種 項目 所以我要把每一個項目 都算出來 那我們這邊呢 就用 P-A-V 代表A-O-V 把A是住 然後彼此長到 這樣子 來算 那我們就 就一個一個 把它的 那個 機率 一個一個 算出來 這是P-A-V 你可以 打一下P-A-V 看看它是多少 1.59 這是P-A-V 這是P-A-V OK 可以打P-A-V 知道它是多少 1.9 接下來P-A-V 因為它後面 豬解它會被列過 OK 這裡 P-B 0.34 OK 那接下來呢 每一個都列出來了 最後 最後 我們要驗證的就是 先看P-A-V P-A-V P-A-V 這個就是 倍式定理的 另外那邊 那 倍式定理的一邊 是這個 另外一邊 是這個 但是請你 注意一件事情 不要用等號去算 為什麼 我的意思是 什麼叫不要用等號去算 我現在 我驗證倍式定理的時候 我照理講 我應該直接 第一個寫 E-A-V 列上去 好 它算0.5294118 但是我 我把這個倍式定理的另外這邊 列上去 0.5294118 但是這兩個是一定像的嗎 不一定 為什麼 後面還有 後面還有 對 而且 電腦是用什麼樣子的方式來儲存時數 5點的話會精準嗎 剛經過運算過後 其實它是會有微小無差 對 那如果你硬去問這件事 是 抱歉 我把它毀 OK 我把它毀了 變成設定 我應該是按 等一等 沒關係 我們把這個 PA 現在它會設定PAV 所以我要把PAV弄出來 所以我把這一個 往上來 PAV 這個重新執行一次 再開一下PAV OK 這樣設定回來 我的意思是 我要問它是不是相等 我不確定它會不會回答相等 抱歉 真的是 問頭很棒 對 對 我應該用這樣 等一等一 答案是FORCE 雖然你看起來都是對 但是它的答案是FORCE 不等於 因為它浮點數最後微小的誤差 所以我們不能這樣子驗證 因為用到電腦之後 那個微小誤差是存在 你這樣驗證是不對 怎麼樣驗證才對 譬如說 我這樣驗證 用這一個 PAV減掉P BA成名PA 除以PB 結果是0 其實它不是0 它只是一個很小的數 對 OK 那45度之後就變0 好 那我要怎麼驗證呢 來 我如果真的想驗證 我就可以這樣子做 小1等於 0.0000001 對 這裡 BA True OK 那 你還要再驗證另外一個 所以最好是用ABS AB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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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絕對值 OK 如果你這樣驗證 它是True 好 那我就認為是相等 OK 所以鋪點數 你不要直接用等號去做 這是資訊科學的一個基本現象 所以很多不了解的同學 在寫C 在寫C元的時候 到最後用浮點數的時候 就說 等於等於 就怎麼樣 那些 就是沒有人知道這一點 OK 浮點數千萬不要用等一等 整數可以 浮點數不要這樣做 好 那我們 這整個牙痛問題 就全部弄完了 好 全部弄完了 好 那你可以看到 這裡有完整的操作過程 這樣 好 大概是這樣 所以這一題 各位回去用手算一遍 然後呢 手算一遍之後 阿 再操作一遍 懂嗎 所以 就是這樣 兩遍 你就會很清楚 一邊學到 手算 一邊學到 所以 我就 我就 不寫了 就是 請你直接 看 課本的牙痛問題 然後呢 我把這一題 貼在這裡 千利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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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證明 我的證明解錯了 這個證明 看 家裡作業三 好 那請 用手算 你會分算嗎 對 對 你會分算嗎 對 你 你的方式 分別 計算 好 這是家裡作業三 今天是十月二號 我們寫十月三號 對 改錯地方 好 這是 千利文件 然後 我乾脆把網址貼給各位 這個是我們的押忠會支援 好 OK 千利文件 好 所以這是今天的作業三 手算 是 是第一題 R算是第二題 所以它有兩個項目 好 那請各位 分別做做看 那如果你可以自己改R層次 把它改得跟我不一樣 那更好 各位很清楚 好 好 那大概今天的上課 就到這邊 各位 要下課 可以下課 有問題的 請給我